8个死者家属埃曼尼到温州市政府门外聚集 要求市政府向铁道部反映他们的诉求 铁道不说头乌龟 铁道不说头 之后又在市政府门外静坐 他们不满事故发生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官员接见他们 听取他们的诉求 要求铁道部官员向他们交代 温州市政府之后派了次一级的六成区政府领导 和他们对话 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思救 我们都很感谢 但是为什么铁道部第一事故责任人 才迟迟不出现 48个小时过去 事故发生到现在 我们遇难者全部家属都在这里 为什么铁道部里人没有来 我们区里主要领导对你们都非常重视 所以才为派我过来跟你们谈 我觉得你们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合理的 这些官员根本没有直接处理到 这次动车事故 家属觉得未能够回应他们的诉求 所以要求铁道部官员到场向他们交代 家属也手牵手捉成人链 一度堵塞马路抗议 这里的民众就说 市政府这里从来都没有试过 有这么大型的示威集会 今次都算是第一次 亚洲电视记者胡天行在浙江温州 撞车事故里面的死者家属 下周陆续去到殡仪馆善后处理 部分人就不满当地政府为了尽快开回铁路 没有尽力抢救他们的家人 要求有关的官员要交代并追究责任 再由胡天行报道 在铁路事故里面 遗体安放在温州市殡仪馆 死者家属陆续前来应领遗体 痛失至亲 见过最后一面 家属都难掩相痛 其中一个死者家属杨先生 怀有七个月新人的太太 外母、姐姐和外生 都在今次意外里面越难 他知道意外发生之后 立即赶去现场救人 已经辛苦 才在车厢残下里面找到自身 看到脚 有没有活我不能断定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们昨天下午点钟 我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家属都在现场的时候 他在拿尸体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生命迹象 说明当初有人是有生命的 也许那个时候 我的太太、我的家人还活着 你为什么不来营救我们 他又批评当局为了尽快通车 手购工作太早结束 令到亲人失救 切割金你就上不来呢 对不对 你就是没有来营救我们 我们的车厢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我姐姐的尸体 跟我外甥的尸体 是在上面吊车上发现的 拿下来以后 我太太跟我丈母娘的尸体 是通过整体车厢吊装 拿到楼下的 她不是为了营救我们的人 我们更多的感觉是为了铁路通车 因为她说了 昨天晚上铁路已经正常通车了 我丈母娘的尸体 不是用切割金拿出来的 是用挖机被挖出来的 你施工你拿发 我们的生命已经消亡了 你也不能用挖机来对待我们吧 杨先生又说赔偿多少 他们已经不在乎 现在最重要的 要铁道部官员 有一个清晰合理的交代 为他们的家属讨回公道 而一批死者家属 集体去到当局设立的家属联络处 要求官员出来交代 陈水激动 又和志愿者发生推撞 亚洲电视记者胡天行 在治江温州报道